3月3上次节 这是两个节 现在人很少过了 更不知道是两个 我们一起快点说 相传是汉朝 以及魏晋时期 把它定为 同一天 如果我是皇帝我也怎么干 因为第一两个离得比较近 第二 为了老百姓过节方便 只需要记住 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 一直到九月九 因为九是阳术最大 没有 这个三月三相传是 皇帝的诞辰 也是皇母娘娘 以及 郑古大帝等 他们的诞辰 还是仙家的节日 相传 这个通天教主 回首当年的这个 一战 很痛心 因为他看到潘道会 他的弟子很少 于是一气之下 推倒乡路 把那些金蛋 撒在人间 被动物们吃了 曾经 于是 带着他们一起去复会 不让进 自此之后 就颁下指令 这些 为地险 你们好好修 修成之后 有朝一日也能为了先班 而这个上四节 为什么叫上四 很奇怪 我们有上缘节 中缘节 下缘节 这个是定为 正缘 七缘 十缘 也就会我们在 深究 而上跟四 组合在一起 它就定为这个三缘 为什么 首先这个三缘 也非 阴历的三缘 还是节气的三缘 也就清明之后 这个 好像 很少人知道 那我们 认为它是 节气 也就是陈月 为什么 首先陈跟四 两个是 挨着的地支 而陈月 这个陈字 代表着 很多意思 我们 更趋向于 把它理解为 这个折虫 冬眠的虫子 那种 年岸的状态 还没有完全破头而出 而这个四 就出来了 所以说 在陈月的 这个四日 我们过这个节 干什么 就是女子 出来 也可以出来放风 甚至在 这个上周时期 你不出来 不找对象 还要惩罚你 所以 我们把它定为 中国的情人节 而中国的情人节 有三个 一个是 正月十五 元宵节 大概是东方硕 时期的一个故事 然后后来 雅花出来 这个节 还有一个就是 七月七 七巧节 那是展现 女子的这个 手巧 精灵手巧 但是 女子 大门不出 门不外 能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一旦出来 就有这种机会 而这个时候 春天 女子伤出 男子被囚 所以 这个时候 又像虫子 都是 萌萌动 就像 十六七岁的 这个花季语剧 少女 那陈月 还没有完全出来 遇到一个四 四日 那就凸显 它这种能量 这个四代表 这个 前挂 阳之急 所以 它就 冒出来了 所以我们认为 它是 陈月 而不是 阴历的三月 而这个四 像一个蛇的形状 就像一个 婴儿 去查这个 字的根源 婴儿 那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 出生的婴儿 而不是在 肚子里 那就是这样解释 所以 陈月的四日 还没有完全 就像 一个 小鹿乱撞 那种暧昧的感觉 它更像爱情 所以 这一天 是上四季 这个四是 前挂 就像婴儿 刚一出来 元气失足